衛生湯直接給了一個超級大鮭魚頭啊 太扯了 太扯了啦 這就是鮭魚衛生湯 這吃到飽 你看它的鮭魚頭 全部滿滿的都是鮭魚肉耶 這一次我們要來吃吃到飽的系列 然後這一次很特別 它是在屏東車站挑戰台灣最南邊的超人氣吃到飽 499起吃到飽 肉就44種以上 超強 對啊 這個超多的耶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一虎是他們的招牌 麻辣鴨血 辣炒年糕裡面還有泡菜 哇好多 這是打包雞 然後這是打包豬 這是炸雞塊耶 然後這邊是沙拉 還有水果 這邊然後還有這個全部都是蔬菜 放題的 喔很多耶 湯汁也是吃到飽 你有沒有看過副菜直接給炸雞腿的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德瑞克流浪日誌又拿在哪裡流浪啦 屏東車站 屏東車站 終於講對了 這一次我們第一次來到台灣最南邊 我們要來挑戰台灣最南邊的超人氣吃到飽 屏東最南邊 對 算啦算啦算 縣市算最南邊 這一次我們要來吃吃到飽的系列 然後這一次很特別 它是在屏東車站 我第一次看到原來屏東車站長那麼漂亮 弄得像高鐵站一樣 我真的是第一次 然後我看它裡面是直接有美食廣場 那這一次我們的吃到飽的話是網友推薦的 網友的話投稿是說屏東這邊也有吃到飽很屌 所以我們吃到飽系列這次就來這邊吃燒肉 走囉 它樓上真的都是吃的 我們找一下吧 我找到了我看到招牌了 其實弄得很漂亮耶 對啊 找到了找到了這邊 那我們這一次就吃這一個好了 它有 我看一下它有 它最低499就有了耶 799 我們不要吃到那麼多 我們吃599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599就已經超超級划算了 因為裡面最屌的 我就想要吃這個12階大肉 599全部加起來是有多少的餐點 沒有認真算 沒有認真算沒關係 哈哈 這邊的話光是吃到飽就超多的耶 對啊 你看它有這個是辣家草年糕 辣 辣草年糕 裡面還有泡菜 然後這個的話是安東燉雞 對 還有打拋豬耶 這是打拋雞 然後這是打拋豬 這是炸雞塊耶 然後這邊是沙拉 還有水果 這邊然後還有這個 全部都是蔬菜 放題的 喔很多耶 這邊還有紅豆湯 麻辣鴨血 裡面全部都是牛肉 哇好多 光吃這個就爽啦 然後這邊還有壽司吃到飽 壽司也是吃到飽 冰湯的話就有三個 有雞湯 蘿蔔牛肉湯 玉米濃湯 然後冰淇淋的話有這個民國冰淇淋 跟比利時的冰淇淋 咖啡機 然後蘇打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美露 然後 蜂蜜檸檬茶奶茶 都吸到齊了 超強的 超強 對啊 這個超多的耶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一虎是他們的招 哎唷 虎是他們的招牌 顛覆我的三觀 而且 499起吃到飽 肉就44種以上 起司的這個 拌飯 好香喔 喔還有鍋巴 啊 黃瓜 欸 吃到飽 哇哇哇 哇哇 你可以到多少好高高 好噁心妳好醜 哈哈哈哈 好吃喔 好吃齁 味噌湯直接給了一個超級大的鮭魚頭啊 好扯 太扯了啦 看這是鮭魚味噌湯嗎 這吃到飽 他直接給整顆魚頭怎麼吃啊 對啊超大的耶 你看他的鮭魚頭 全部滿滿的都是鮭魚頭耶 超多的 對啊 這樣子吃到飽 對啊這超常吃到飽超爽的 超爽的 哇 高麗菜的甜跟那個鮭魚頭 鮭魚頭的甜 鮭魚頭的甜 鮭魚頭好吃嗎 鮭魚頭好吃嗎 鮭魚頭好吃 你問你啊 問你啊 問你啊這可以播嗎 他的肉是整塊的鮭魚頭肉 太鹹嗎 新鮮的 好吃喔 我覺得他已經有點像是鮭魚排了 我們先來烤這一個 店家推薦的 美國雪花牛 哇這超大片的耶 你看 超大的 哇 哇 哇 換樓啊 他們最招牌的 來沾一點醬 超好吃 油脂夠香 你看 他瘦肉的地方又夠嫩 而且牛肉味超香 好吃齁 然後來吃吃看他現在這個 牛丼飯 我剛才看他光是蜘蛛飯就超級強 其實基本上你來這邊最低499 你光吃燒肉吃到把家蜘蛛飯就超划算 那品香超多的 對啊 而且你看他的那個牛丼飯的那個肉 是給的不馬虎耶 全部都是肉 好好吃喔 甜鹹甜鹹的 丼飯醬汁 然後 他牛五花超級軟嫩 然後融合到這個飯裡面 哇 這個我再加一個半熟蛋我可以吃 好啦我來點這個 豬五花 超大超厚的 這看起來是這個豬頸肉 喔 我們在烤豬五花的同時 我們給大家介紹一下他的這個 你有看過副菜直接給炸雞腿的 炸雞腿喔 對啊 這好吃耶 他裡面是肉有 他有肉是有那個耶 有淹過的 他都是給超大塊的 南部的熱情 吃到飽 他都是雞腿肉 打拋雞耶 真的是打拋雞好好吃喔 我覺得他的小菜不錯對不對 味道調味不會太鹹 剛剛好 真的很解膩 很清爽耶 他不會太酸或太鹹 他其實調味算是淡的 來吃吃看這個 他的這個 鴨血 鴨血 大哥啊 甘心甘都咳出來啊 真的是甘嗎 哇 滿滿的那個中藥味 很像那種外面那種 專門在賣乳鴨血的那種鴨血 這個是剛剛的豬五花是不是 豬五花 豬五花 蘸一點那個甜甜的醬 可以烤到一點恰恰了 超大的魷魚片啊 然後放下去 對 哇那種魚下巴喔 不是啦 對是下巴耶 還是肚子 超多啊 哇 超Q啊 你看上面這個東西 這麼多 光是叫一輪我們就快吃飽了 他副菜讓人家吃以外 但是他的副菜是讓人家 不會覺得不划算的吃到飽 對不對 很強很強 超Q的 他超Q看起來也很輕 很新鮮的台語怎麼講 很新鮮 很新鮮喔 走了啦 直接拿起來吃 我感覺我烤的很好吃 是他的食材好 是我的烤的很好吃 很Q 不過我們拍過那麼多 吃到吧 他的海鮮真的新鮮耶 就如臉風 燙到嗎 那個把它拿走一點 他這種副食等級 加上這些單點的食材 四十幾種肉量吃 台北沒有七百多跑不掉 對不對 而且你注意看 他整間店 我剛才媽的超級滿 客滿 他在屏東車站裡面 然後人 我還想說 人應該沒有很多 結果沒有啊 他全屏東的人都跑進來了 好吃齁 對啊 好軟 好軟 而且他是剛剛好裡面還有水 是我烤的剛剛好 還有水 來吃豬舌頭 啊 跟店員講說 我再來一份豬舌 先生你不是在吃了嗎 你不是整個就是豬了嗎 你不是整個就是豬了嗎 你靠北 這個裡面是什麼 因為我看網路上說 這個都會是他的招板 這麼密製糊 糊製的 喔 他那個肉好像有淹過對不對 算不出來 這應該是豬吧 這牛還是豬啊 這個是牛 這是胡... 胡字牛腹肉 哇 牛腹肉 包菜吃 火藥太燙 嗯 嗯 你要吃飽油愛啊 切五十 要來 好 哇 烈嘴女 漂亮 我們又加點了他的這個牛肉 對 他牛肉都好好吃 而且這個看起來油花很棒 很美的 他的厚度還有一定的厚度嗎 對啊 不會... 不怕人家吃 沒有而且不會一夾就散 對啊 一夾就散就是蟲竹肉啊 噔爛 他有點像小牛排 撒鹽 好燙好燙 哇 這個好吃 它的瘦肉完全是彈的 完全不會 任何有柴一點的味道 好吃耶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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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價格 真的是沒得挑剔 好啦 那這次我們這一間的話 他叫大粗燒肉 我就叫他說 在屏東大吃燒肉 大粗燒 哇 這個網友特曉 這一間屏東最強的這個吃到飽 我覺得很棒 基本上 我會很推薦他 點499就好了 他499很量吃到飽 然後推上他的那些副餐 超級划算 那個基本上 在台北會至少多加2-300塊 以上 真的很好吃 那壽司什麼的都很好吃 然後它的肉質我覺得都很棒 目前我們剛才吃這個十二階啊 然後跟海鮮 目前還沒有吃到一個雷的 因為有吃到飽很容易吃到 其中有幾個是雷的 它剛才連最恐怖的魚下巴 魚肚都沒有腥味 很新鮮 很新鮮 你看熱鬧成這樣子有沒有 啪啪啪的 好啦 這家店的資訊的話 屏東在地人應該都知道啦 如果你是有外地來的話 你到屏東車站你真的可以先吃吃看這邊 真的是很划算 那店家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們那邊 也有很推的就是CP值高 或者是很好吃的燒肉吃到飽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跟我們講喔 那我們改天也會去拍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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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